罗斯古诗文 诵读千百年 欢迎来到罗斯古诗文 诗中有话 诗中有人声 王维的诗 在唐诗的江湖里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决战紫金之巅 地位不容置疑 而剩下的唐大诗团里 诗佛王维是相当闪光的一个 其诗歌的独特气韵 让它成为无法忽略的存在 李白有仙气 杜甫皆地气 而王维浑身的才气 王维的绘画自不用说 一幅网穿图足以不朽 而诗歌方面 编赛诗 山水诗 律诗和绝句都有上乘家作传于诗 更为难得的是 王维的诗与画是互通的 如苏世所说 为摩羯之诗 诗中有画 观摩羯之画 画中有诗 他将绘画的精髓带进诗歌的天地 以灵性的语言 生花的妙笔 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或浪漫或空灵或但远的传神之作 王维的人生起步很高 外有国之繁华昌龙和家门荣耀 内有天赋才华 年轻的王维感到了人生的美好 这种天生骄傲反映在他前妻的诗歌里 形成了他前妻诗风豪迈轻快 兼以柔婉多情 王维在其早期游览行旅各地时 出现了很多描绘山河壮美的诗歌 其中不乏《汉江临跳》这样的千古名片 王维的《谐景诗篇》常用武律和武绝的形式 篇幅短小 语言精美 阴节较为舒缓 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 尤为相宜 除山水诗之外 王维前期的游侠边赛诗也比较突出 从军行 隆锡行 烟织行 官列 始至赛上 初赛座等 都是壮阔飞动之作 形象鲜明 笔墨酣畅 而随着大唐盛世渐去 奸臣弄拳 以及安史之乱的出现 王维本人的理想也逐渐破灭 他日益颓废淡然醉心禅学 在山水中构筑自己的人格理想 因此 王维后期的诗歌以山水诗为主 诗奉一扫之前的豪迈和明媚 变得平和甜淡 宁静悠远 且清理空气 充盈着清冷 幽碎 远离尘世 充满禅意的佛学气息 此时 他的诗歌山水意境 已超出一般平淡自然的美学含义 而进入一种宗教的境界 明代胡应林称王维五爵 雀入禅宗 又说 鸟鸣见 心遗乌二诗 独知身世两望 万念皆迹 一切都是寂静无为的 没有目的 没有意识 没有生的喜悦 没有死的悲哀 但不论前期和后期 王维山水诗 诗中有画的特征 都是很明显的 首先 诗运的淡远 是王维诗中画境的灵魂 陆寨诗中 诗人在博大纷繁的自然景物中 诗人捕捉到最引人入胜的一瞬间 细致入微地给出一幅寂静幽青的画卷 亦去幽远 令人神亡 同时 王维的山水诗 众着色举世 如 墨墨水田飞白鹿 音音下目转黄梨 除此 王维的山水诗画境 在画面结构上也颇为讲究 层次丰富 远近香轩 乃至动静相间 声色俱佳 更多一层动感和音乐美 比如 山居秋明一诗中 由冷色 暖色 远景 近景 仰视 俯视 人声 水声 把绘画美 音乐美 与诗歌美 充分地结合起来 王维山水诗写景如画 注重诗歌的审美意境时 也没有忽略感情的融入 他的山水诗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 也有相思别离和朋友间的关怀 未免之情 而在抒情的手法方面 王维有时借景欲情 倚景称情 抒情含蓄不漏 有时又直书胸义 自然酣畅 宋元二世安息 就是这样感情饱满的佳作 王维诗歌之庙无法竖尽 在后续的学习中 我们慢慢地领略 师佛 王维别墅一致的诗意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儿了 罗斯古诗文 诵读千百年 下节课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